響音樂 上名子 robot 各位貴賓 大家早安 非常榮幸 有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談一談 彼此過敏 我先做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我本身是耳鼻歐科醫師 從畢業到現在 應該有28年 28-29年 所以我今天非常荣幸 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谈一谈 什么叫做鼻子过敏 那大家一定会有个疑问 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卫生教育这么普及 然后疫苗的研发 造成这个传染变得减少 可是为什么过敏的人会越来越多 大家是不是有这个疑问 对啊 过敏都发生在一个已开发国家 或者是至少是开发中国家 对不对 大家是不是第一个疑问就是这样子 其实这是一个 非常有名的卫生假说 我们的免疫系统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但是基本上有两条的路径 就是TH1跟TH2 那基本上这个TH1跟TH2 他们两个人必须要 这两条路径必须要平衡 如果TH2太活跃的话 就会造成过敏 就是说基本上 TH1是比较走向毒杀 微生物这一条路径 TH2是比较偏向 分泌一些免疫球蛋白这一条路径 基本上我们的免疫系统 大概原则上就是这两条路径 这两条路径必须要平衡 所以我们在出生的时候 因而在出生的时候免疫大致上是偏向TH2 那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受到微生物的一些感染 慢慢的发展出这个TH1 所以如果你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过度保护 就是没有适度 要适度了 永远要记住所有的东西都是平衡适度 不要over 受到一些适度的刺激的时候 然后慢慢的发展出TH1 那你如果没有发展出这个TH1的话 就会比较容易产生过敏 因为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悄悄版的理论 悄悄版的理论 过敏体质的人基本上就是TH2大于TH1 两边必须要平衡的发展 其实我们免疫系统 就是说对外 对外你太强的话 对外太强太弱 或者是对内太强太弱 都是不OK的 对内你太强就是自体免疫嘛 对内的话你太强 太强的话就是自体免疫 对不对 太弱的话 你对于自己的细胞 变性的细胞没有办法抵抗就是Cancer 那对外来的抗原 太强就是过敏嘛 对不对 太弱的话就是感染 所以免疫系统 基本上是要非常非常的平衡 所有的东西你都要记住 都是要平衡 所以不能造成这个TH2大于TH1的状况 对 所以以前古兽的人不是说 蜡蜡吃蜡蜡胃 有一点点这种味道 但是基本上就是要适度 永远记住要适度 你也不能够太脏乱 那前面这个地方是比较枯燥一点 大家稍微了解一下会对我们后面的用药会比较了解 那这个TH1这个调节性T细胞它基本上就是会分泌一些Gamma干扰素 它有一些interleukin 1 就是细胞肩白素2 这些它会去调节这个TH2的路径 让它不要太过敏 不然的话这个过敏体质的时候 TH2如果产生这些免疫反应的话 它就会产生一些 兼白素像4啊5啊913 这些都会刺激我们的那个免疫球蛋白IgE的分泌 那IgE的话它一旦附着到这个肥胖细胞 就会释放一些发炎的物质 好这个图稍微大家记一下的话 后面对用药会比较了解 就是说一旦这个激发这个IgE抗体的产生的时候 它附着到这个肥胖细胞的时候 就会分泌一些发炎的物质啊 像组织胺啊白三西素啊 或者是雪小板活化素啊 这一类的东西 那个前列腺素 这些都是属于发炎物质 会让我们的组织肿胀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产生一些鼻子过敏的症状哦 鼻子过敏的症状不外就是打喷嚏啊鼻塞啊流鼻水啊 为什么鼻黏膜要变得肿胀 其实这是我们人体的一种防卫 它为了要阻止这些过敏源进来嘛 对不对 它就把组织肿起来 那为什么要打喷嚏啊 它为什么要这样时速140公里 台风时机震风把它吹出去 就是要把这个过敏源赶出去 所以基本上过敏它不是做水灾就是做汗灾 这是为了这是我们自己身体的一种一种防卫机制 好那黑眼圈大家都知道嘛 因为过敏的话造成这个静脉回流受阻的话 它这些血液啊 它预期在血管内就会造成这个色素的沉着 沉积 那过敏的溶解在睫毛中是不是眼睛就会发痒啊 充血啊对不对 好这些大家都可以理解 那为什么会鼻痘炎 因为我们鼻痘哦 鼻痘的开口很奇怪 我们当初为什么会有鼻痘 就是为了要减少我们头骨的重量 所以发展很多很多鼻痘 可是鼻痘的开口都很小 而且很奇怪它就在屋顶上 就在比较高的位置 那你一旦棉膜肿胀就会阻塞到这边的话 造成我们鼻痘腔的缺氧 永远要记住 发炎就是组织的缺氧 它一旦缺氧之后就会分泌一些浓的绿的鼻涕 所以造成鼻痘炎 所以过敏性鼻炎跟鼻痘炎 经常会 会互相的影响 这个激转就在这个地方 那为什么会造成中耳炎跟中耳积水 就是一样的道理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耳炎管开口 我们鼻黏膜其实蛮长的 在后面那一段的时候 它如果组织肿胀的时候 一样会压到我们耳炎管的开口 那一旦压到我们耳炎管开口之后 这边是不是造成一个负压 负压的话 附近的组织液是不是就会渗到你的中耳腔去 所以就会造成中耳炎跟中耳积水 而且你组织肿胀的话 病毒很容易沿着那个 肿胀的黏膜进到你的中耳腔去 所以小孩子鼻子过敏的时候 很容易造成中耳炎 鼻痘炎都是因为这些组织肿胀的关系 好 那我们医生将鼻炎分为 这两大类 因为鼻炎并不是所有的鼻炎 都是过敏性鼻炎 有些鼻炎它是非过敏性鼻炎 那过敏性鼻炎我们就分两个 一个是季节性的鼻炎 它只有在季节变化的时候 它才会过敏 另外一种是全年它都在过敏 就是它一个礼拜大于四天 一年大于四周 它都在过敏 那个叫做全年性的过敏 那非过敏性鼻炎 其实在台湾也蛮常见的 第一种叫做血管运动性鼻炎 就是说它没有特定的抗原 你有沒有发现有些人 他温差或怎样 他就情绪激动 然后他就一直打喷嚏流鼻水 然后医生检查起来都没有抗原 就说你这不是过敏 这种叫做非过敏性的血管性运动性鼻炎 这个医生都会来处理 另外一种就是Naris 就是说它的 它的那个氏酸性细胞比较多 这些都是医学上的分类 就是有时候我们 我们就是把它的鼻黏液 把它用棉花棒把它挖一些 我们在显微镜下面检查 一种药物性鼻炎蛮常见的 歐制鼻这类的 一直喷一直喷 然后鼻黏膜就反弹 所以这一类的药物都记着不要长期喷 那种药物性鼻炎 等一下我们还会再提到 所以鼻炎的分类大致上就是 过敏性鼻炎跟非过敏性鼻炎 不是所有的鼻炎都是 感冒也是一种鼻炎 那我们医生如何来诊断这个 过敏性鼻炎呢 一般来讲还不难诊断 就是说从History 它过敏性鼻炎 大部分都不会单单的过敏性鼻炎 有时候它合并一些眼睛啊 气喘啊 异味性皮肤炎啊 还有它的Family History 家族史 还有我们从理学检查 我们有时候看它的鼻部的话 它的黏膜会呈现比较苍白水肿的状况 然后那个分泌物会比较透明一点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碰到灰尘嘛 那它黏膜水肿 是相对它的颜色会比较淡 所以这个应该可以理解 对 这是我们医生来 过敏性鼻炎不会很难诊断 我们医生可以从理学检查 还有从抽血 或者是从它的分泌物 在显微镜下看 都可以诊断出来 它跟感冒要怎么鉴别诊断 基本上也不是太难 就是说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 鼻子过敏它是相对水肿 所以它颜色比较淡 可是感冒的话 它是有病毒进来 会造成局部的红肿热痛 所以它的黏膜是相对比较红 所以事实上不是很难诊断 而且鼻子过敏跟感冒 也会同时病存 有经验的医生都可以看出来 它同时过敏又同时感冒 然后感冒大家都知道 不会很久 不可能说永远都爱感冒 对不对 而且感冒一般来讲 比较容易会喉咙痛 但是这个都不一定 因为事实上过敏的人 他常常用嘴巴呼吸 也常常喉咙痛 那他空气没有经过鼻腔的加温加湿 他也很容易咳嗽 所以事实上没有一个好的鼻子 就没有一个好的喉咙 也不会有好的气管 所以这些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鼻子 一定要用鼻子去呼吸 不论在什么样的状况下 因为鼻子可以加温加湿 可以把这个空气加温到37度半 加湿到百分之百才到你的气管 所以我们的鼻子是最好的空气清清剂 好 那怎么样才能不过敏啊 大家有什么意见 既然过敏它是由过敏源造成 当然最重要我们就是要避开过敏源 对不对 应该是嘛 这大家都知道 避开过敏源应该不是那么容易 对 什么叫过敏源啊 过敏源就是不论死的活的 你只要能够诱发人体内过敏 反应的就是过敏源 对不对 只要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就是过敏源 好 那在台湾最常见的过敏源 吸入性的过敏源 第一名就是成蚊嘛 蟑螂啊 霉菌啊 宠物啊 花粉 这是吸入性的 那消化道的过敏源就是 海鲜 带壳尤其是带壳的海鲜啊 鸡蛋牛奶啊 坚果花生啊 大豆奇异果 一般来讲 我们鼻子过敏跟吸入性过敏源 比较有关 但是消化道过敏源 它也常常扮演一个 一个附加的角色 等一下后面我们都会提到 陈满我想大家都知道 陈满它其实是一个八只角的一个节肢动物 要用显微镜下面才能够看得到 它就靠我们 它很喜欢湿热的环境 靠我们的皮屑生活 那要怎么预防啊 就是室内环境一定要保持清洁啊 尽量不要铺地毯啊 过多的书报杂志 我想大家都知道 大家就要使用一些空气清添机啊 吸尘器最好是用HEPA的 HEPA它比较不会把那个过敏又喷出去 那衣服的寝具要正确的去清洗和曝晒 我是建议如果你们要选防满的寝具 最好是用物理性的 因为过敏的人他本身对化学性的防满 他本身对那个化学药剂他就过敏 对 还有他要有那个洗涤认证 美国那个IBT那个洗涤认证 就是清洗了50次之后 他还不会变形 要有那个认证 不然他洗了两次就变形 也没有什么用 那网路上会有很多说 比如说套在那个黑色的袋子里啊 曝晒啊什么 杀死成满不是重点哦 大家要知道 彻底清除满虫才是关键 你知道就把他杀死别有用 因为他 他根本就是一个生化武器 他死掉之后一样是过敏原 所以你把他杀死之后 要想办法把他除掉 比如说你 你用那个黑袋子把他杀死 你在外面要把他敲一敲 让他跑出来 对就是 大家记住网路上的 都是教你怎么杀死满虫 但是你要自己有个概念 就是一定要去清除这个满虫 不认用吸尘器或什么 一定要把他清除掉 好 蟑螂也是一样 你看分解的小分子 他死掉了 那些碎片一样是会造成过敏 好 所以家里的厨房和排水 排水孔一定也要保持这个清洁 宠物 好 如果有宠物的话 经常要帮他们洗澡啊 尽量不要跟宠物共眠 好尽量 因为他们身上真的带蛮多过敏原的 哦 默菌 默菌这个我真的要好好的来谈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都 蛮忽略的 就是说因为 默菌 其实哦 就是说默菌 它不是只有默菌哦 默菌常常它跟陈满 还有霉浆菌 会引起这个共伴效应 对 因为我们事实上台湾人哦 敏异力的下降 常常跟这个默菌有关 为什么跟这个默菌有关 因为默菌很喜欢待在我们的红血球里面 有时候我们用放大显微镜 拿大家的血液来检查 默菌会造成这个双头菌 就是说它很喜欢占据在我们的红血球里面 那站在红血球会有什么问题 我们会缺氧啊 你知道吗 会造成我们的那个整个身体组织会缺氧 造成组织缺氧的话 问题就会很多啊 咳嗽不会好啊 或者是 敏异力会下降 慢性疲疗 其实台湾 我认为台湾人敏异力的下降 或常常疲疗 常常跟这个默菌有关 因为默菌真的不是单单的默菌 默菌它夹着陈满 夹着默浆菌 所以我建议 即使你没有过敏的话 家里 你知道睡觉前 或者是什么 还是把家里除湿一下 因为这样可以避免造成 你跟默浆菌共存 对 默浆菌我想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就是大家尽量 不要跟默浆菌共存 因为它会占据我们的红血球 那花粉的话我想 大家都知道吗 花粉就是 你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要戴口罩 好 那口罩的戴法一定要正确 尤其是这个鼻垫跟下衬 你要去密合你的脸部 这样才有办法去预防花粉 那蛮害的话 今天并不是我们的重点 不过还是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蛮害就是固体为例 蛮啊烟啊这些造成的灾害 那因为现在它 太大量的话 它没有办法向外围扩展或稀释 或对流到这个高空的时候 它就容易累积成那个高浓度的污染 所以蛮害发生的时候 还是尽量避免外出 PM2.5我想大家都知道吗 PM2.5就是它这个悬浮微粒的力径 它小于2.5的微米 那小于2.5的微米 它就会直接穿透我们的肺泡 所以目前已经有 PM2.5造成那个肝癌的个例嘛 因为它等于是一颗种子 那这些蛮害没有经过我们的肺泡 是不是直接到肝脏去解毒啊 对不对 所以一些化学物质 就会到肝脏去解毒 造成肝脏负担比较大 所以不过PM2.5 今天不是我们的重点嘛 PM2.5的话等级嘛 第10就紫色紫爆 有各种各种空气污染指标 这个大家出门前的时候 都可以看一下 空气污染的指标 好 那假设没有办法避免过敏原的时候 已经有症状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用 医生的话就是用药嘛 因为我们吸就是先救救急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在门诊所用的 使用的一些药物到底是哪些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第一个一定是 口服抗组织胺嘛 对不对 因为既然是组织胺造成 我们的黏膜的肿脏啊 腺体的分泌 那我们第一个药 当然是口服的抗组织胺 那大家都知道 第一代会比较想睡觉 因为它的第一代的药物 它的脂容性比较高 所以会通过我们的脑部 BBB 那个脑部瓶长 所以会造成比较昏睡 而且它的选择性比较差 有时候会有一些抗组织 抗组织胺的作用 所以会有一点想 会有一点嗜睡的状况 现在大部分 我们都是用第二代 第二代的话 它的作用时间比较长 不过第二代对打喷嚏 是比较没有效 对 我是觉得第一代效果比较好 这边写作用快 我是认为第一代作用比较快 没关系 就是说 目前我们用第二代 相对是比较安全 但是它唯一的问题就是说 因为第二代的抗组织胺 它是在肝脏代谢的话 它是用P450 这个代谢的酵素 所以它刚好跟抗霉菌的药 还有一些红霉素 这一类的抗生素 它们用同一个解毒的系统 大家有没有听过 有些高血压药不能用葡萄柚枝 意思也是一样 因为葡萄柚枝 它是抑制P450 是不是造成高血压的药物 没有代谢掉 在血中的累积会过高 这个一样 大家互相竞争的时候 这个组织胺 它的代谢 就会减少 因为这些抗霉菌 要抗生素 它们也要用P450 其中某一个酵素 来解毒 所以会造成你的组织胺累积 组织胺累积 会有个问题就是 我们曾经也有致死案例 就是说它造成心率不整 就是Torset 这一种MCT 一种多发性的心率不整 不过现在有一种第二代的抗组织胺 是在肾脏代谢 有时候我们如果看这个客人 那个患者他的肝脏指数不好 我们就使用第二代 而且使用现在另外一种新型药物 在肾脏代谢 就没有这些问题 这由医生来探定 那也有局部的抗组织胺 用点的 用点的 也有眼药学的治剂 一般来讲组织胺就是 它对这个鼻子痒啊 打喷嚏的症状 都是效果还不错 但是对鼻塞 它比较没有效果 那常常客人 那个患者他最在意的就是鼻塞 那他觉得赶快解除我的鼻塞 就会去喷那些欧质鼻 那一类的 那一类的 那个是类麻黄素的药物 我个人蛮推荐这个局部类固醇 也许大家对类固醇 都会有所接地 但是事实上目前 我认为最有效最安全的 还是局部类固醇 因为它现在 它现在美国FDA 已经proved 有一款两岁都可以用 它现在颗粒有做的比较大 所以它不会 比较不会全身吸收 比较不会全身吸收 只有作用在这个比牛 它有非常好的抗发炎的作用 而且我都习惯用短效型的 短效型的话 在身体很快代谢掉 它就不会去抑制我们的那个 HPAA 就是肾上腺上腺这个循环 就是说你给它类固醇 那身体的肾上腺素 就会抑制这个肾上腺素 以后就会变成你的肾上腺素不分泌 因为我们的脑部就会觉得说 你已经有类固醇了 那我们就不用再分泌 身体会去调控 所以尽量使用局部类固醇的时候 还有使用全身性类固醇的时候 我自己都是不用长效型的 因为长效型很容易去抑制 造成一些月亮点啊 水牛肩 如果短期要用一些短效的 我是觉得还蛮安全的 局部类固醇 目前美国FDA都有Prove 就算用一段蛮长的时间也还算安全 好那全身性类固醇 尽量不要使用超过三周 对 那像一些青光眼糖尿病啊 高血压骨质疏松的都不可以使用 全身性类固醇我们大部分用在 就是说它不只是鼻子过敏 它有时候同时气喘 异味性皮肤炎同时都发生的时候 我才会用到 一般我尽量是不要去用到类固醇 另外一个就是INTA 刚才我们就知道 刚才那个土记不记得 那个肥胖细胞 所以它 我们可想而知 它是不是block在比较高阶的位置 我们组织胺是直接跟它 类固醇 或者抗组织胺是直接跟它对抗 但是这个肥胖细胞的稳定剂的话 是不是 你要想想看 你那组织胺病 没有去直接把它block掉 你是block在这个肥胖细胞 所以是不是 应该要一个礼拜之后 效果才会出来 应该吧 对 因为它是比较高阶的位置啊 所以这个 非常非常的安全 但是缺点就是 一天要使用四到六次 它几乎没有副作用 它现在也有做饮药水 但是我认为这一季是 非常非常安全 它效果没有那么好 但是 就是一个礼拜之后 它慢慢慢慢 温水煮青蛙 效果会出来 而且它非常的安全 可是一般台湾的患者 就是很没有耐心 就是我来 你就是要立刻好 不然你就是用医 对 去充血剂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用太久啊 会有反弹作用 因为这种就类似打小孩 小孩打 太常打糟筋去 不要太常打小孩 好 就是你要灵活运用啊 偶尔真的塞到睡不着 你就点一下 没有关系 不要长期的去使用 同样这种类麻黄素的话 对高血压 心脏病啊 甲状腺肌能抗净啊 摄物腺肥大 清光眼的人 尽量都是不要使用 总之你们使用药物的时候 一定要灵活 要了解说 这个药物它的副作用啊 它的功能是什么 你了解越多 你越知道 你怎么去使用的时候 不会有副作用 另外一种就是抗乙烯胆碱的药 那最主要是控制流鼻水 它对鼻塞跟打喷嚏 几乎是没有什么效 好 解敏治疗 解敏治疗的话 现在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 直接把那沉满 打到 看你是对什么过敏 这种最好是 年纪比较小一点 因为大人的话 免疫都有记忆 你要再去调控它 相对是比较困难 最好是年纪稍微小一点 然后它的过敏也很确定 比如说它就是沉满过敏 单一的 或者是最多两种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借由皮下注射 或者是舌下 给它 让它慢慢的去 去调控这个 就是慢慢慢慢 小量小量的刺激 然后它就会产生这种 阻断性的 IgG的抗体 减少这个TH2的淋巴穹 去分泌这些 肩白素4啊5啊 但是它有一点点危险性 就是说 我们是计量慢慢给 在达到最高计量的时候 有些人会造成全身 全身性的过敏 休克 这个 所以在比较最高计量的时候 我们大部分 会在医院打 比较安全 但是临床上看到 舌下的几乎都是 非常的安全 皮下的也 偶尔碰到一两个 那个 它就整个休克 比较少 好 那药物大家都了解了吗 应该不是很难啊 好 那内科的终点就是 外科的起点 好 假设说 用了 就是说 鼻黏膜最主要就是说 它毕竟是一个发炎反应 所以有些人来的时候 它真的太久了 它的黏膜整个都 都是变得太烈 已经太肿胀 都肥厚了 这种状况的时候 你不论给药物什么 它几乎是没有效的 所以很多东西 我们希望说 不要太严重在处理 对 因为太严重在处理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 使用一些外科 甚至于到最后 我们要直接切除 还要把鼻中隔 给它矫正 我是 我是觉得说 尽量是很 我们大家在都市 尽量不要把问题 弄得 弄得非常复杂 才来处理 好 好 那一般来讲 外科手术又分比较积极 跟比较保守 我今天介绍 比较保守性的外科治疗 一般 所谓的外科 比较保守性外科治疗 就是我们会使用一个电极 插到这个下笔甲 因为下笔甲 在三个笔甲里面是最大的 插到这个下笔甲 偶尔会弄到中笔甲很少 不论是用冷 或者是用热 或者是用电 无外就是我们要破坏它 让它缩小 好 所以这个原理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使用 让这个下笔甲 think 就是让它萎缩 好 电烧嘛 电烧就是 到现在还是 还是很多人在用啊 好 我们就是用刚才那个方法 用电极针插入这个下笔甲 然后让这个 鼻黏膜的血管组织缩小 好 冷嘛 冷一样啊 我们用一个那个棒棒子 好 然后用一个冷冻棒 我们去接触到它 肥厚的鼻黏膜 造成这个 这个系 病态细胞的死亡 射频 射频就是用那个电流 造成它那个离子震荡 造成它离子震荡之后 神温让这个黏膜 坏死啊 萎缩 道理都一样 就是 你用的媒介不一样 用冷 热 电 雷射 好 雷射的话 我是觉得还蛮痛的 就是那个 用雷射直接打到 那个鼻黏膜上面 不过它有个优点 就是那个线体啊 也会被破坏掉 那现在很多 都是用低能量雷射 那你知道 低能量雷射 虽然比较不痛 相对它的次数 跟时间都拉比较长 好 低能量雷射 现在是比较流行 因为高能量雷射 真的还蛮痛 有时候 你知道那鼻黏膜 有时候你给它破坏太多 它就会结痂 对 很多东西 永远要记住 我从以前演讲到现在 都是强调 强调适量 适度 平衡 好 那我们西医的话 我们西医的话 基本上就是救急 好 那因为我们西医 我们西医 为什么今天可以 我们西医总共经历了三次的医疗革命 第一次抗生素 好 第二次就是影像摄影 我们的MRI 好我们的那个西医 我们是比较强 第三次干细胞 好我们西医的话 在救急方面 好 开刀 手术 影像摄影 诊断 我们西医算是 还不错 对 但是对于身体的保养 我觉得我们西医也不能够不懂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会谈一下 一些整合疗法 好 身体就是自己保养 好 有需要的话 由我们西医来处理 但是尽量自己保养 不要去把自己丢掉这个病态去 平常是要自己保养 我先简单谈几个整合性疗法 为什么要 我们要谈整合性疗法 因为你想想看 我们抗组织胺什么 这些都是处理在这个最末端的位置 这个上游区 你们真的自己要注意 因为过敏的组成真的非常非常的复杂 从你遗传 遗传有没有关系 一定有关系 好 还有你当初我们baby的时候 使用的一些配方 配方奶粉 造成你整个肠道菌种的改变 因为肠道负责我们七层的免疫 它整个环境 你看PM2.5居家环境 太潮湿 居家环境一定要注意 真的不能太潮湿 还有一些 环境的变迁 对不对 还有饮食这么西化 对不对 压力 还有活动量少 这些过敏的成真的事实上是非常复杂 你觉得一个抗组治安有办法处理这么多问题 这些都是你们的责任 这不是医生的责任 医生的救急 没有办法救穷 光说每个月发表的这个paper 都一千多篇 跟免疫有关的 真的 最近就是大家都在谈这个 第五条长辈子 第31号基因 可是你知道吗 我们免疫真的很复杂 随便一个基因点都可能调控你的免疫 所以我认为精准医学还有一段路 不如说我们谈一谈表观基因学 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的基因 我认为 除非你的基因很多个都是跟过敏有关 不然的话 事实上你基因的重要性 大概 我认为是占大概2到3成 我自己的看法 6到7成都是看你怎么保养 因为我们的基因就是一颗子弹嘛 你的环境才是你的扳机啊 如果你不把这个扳机扣出去 基本上应该是还OK 对 所以我保养是你们的事 救急是医生的事情 那整合疗法 第一个大概都会谈到IGG 就是一个慢性食物过敏 慢性食物过敏 事实上是我们健康的隐形杀手 我想刚才我们聊那么多 大家已经对IgE有所了解 IgE的话 就是有一些特定的过敏源 海鲜贝类啊 巧克力花生这一些 让你造成一个急性的过敏 它大概吃下东西 大概10分钟到2小时 立刻就会产生症状 所以你很清楚的知道 我是什么过敏 这个是IgE 在医院测的也是IgE 好 但事实上我们 过敏有非常非常多的面向哦 它有一个叫慢性食物过敏 它是来自于免疫球蛋白Ig 它是属于比较一个延迟的反应 大概都是吃到两三天之后 它反应 它过敏才出来 所以你常搞不清楚 我今天没有吃什么 事实上那是一个慢性食物过敏源 而且慢性食物过敏源 有一个特色就是 每一个东西都会过敏 只要你每天大量的吃 它就会过敏 你知道吗 所以食物一定不要每天都吃一样的食物 因为它有一个慢性食物过敏 比如说你每天一定要喝牛奶 喝久了之后 它就是会造成一个慢性食物过敏 慢性食物过敏没有选择性 每一种蛋白质 只要你大量使用都会造成 而且它的症状非常多样性 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症状 是跟这个慢性食物过敏有关 那我们 我们台湾 慢性食物过敏 目前前十名 就是那个 牛奶蛋 小麦黄豆 花生坚果 玉米 鱼 鳳梨 酵母 跟葡萄柚 就是有个诀窍 食物轮体 不要 有些人他 你会发现有些人 他一直用 养生 坚果 可是你会觉得他 好像也没有很好 为什么 因为有些人他体内的酵素 就是对这个坚果 他过敏 尤其是越大颗的坚果 是越容易过敏 坚果是非常好的东西 小颗的 每天一小把是 还不错 不要大量 不要大量吃 而且 这种坚果类就是 很怕还含着一些黄麴毒素 东西就是轮体 新鲜 那慢性食物过敏 大家都 以前我们都谈过肠肉症嘛 就是不要让你的肠道的缝隙过大 因为你肠道的缝隙过大 一些 一些那个 一些小分子的蛋白质 就会直接到你的身体去 引起不必要的过敏 所以平常真的 就是 饮食都要非常地注意 那 一定 肠道一定要非常地健康 如果说你有肠肉症的话 那我想益生菌啊 GLA啊 这些 胡锡胺酸 维他命C 这是过敏的那个 营养 营养补充品 今天我们要谈另外一个面向 叫组织胺不耐 因为过敏真的 你会发现 过敏真的非常非常多的面向 另外一种叫组织胺不耐 组织胺什么叫组织胺不耐 就是我们身体的酵素 他分解这个组织胺的速度不够快 或者是他这个 酵素他不够多 这个叫DAO 就是一个 我们身体分解 组织胺的酵素叫做那个 那个DAO 我都讲DAO 所以他 因为他们的组织胺分解 量不够 所以他 体内会累积比较多的组织胺 这一类的组织胺不耐 我们在临床上看到 他的症状 比较偏水肿啊 还有那个 比如水肿 还有偏头痛 然后这一类的症状 会比较偏组织胺不耐 急性过敏 有急性过敏的症状 慢性食物过敏 也有慢性食物过敏的症状 组织胺不耐 有组织胺不耐的症状 比较有经验的医生 他会去判断 他肚子痛 好几个肚子痛的个案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 可能会崩溃 对 因为哪些食物还有组织胺 都是大家说的健康 最健康的东西 它们居然是寒组织胺最高的东西 好 像 像那个凤梨啊 柑橘类 我想如果你没有这些症状的话 你食物还是一样 就是 放心大胆去吃 轮替 新鲜 像这柑橘类啊 凤梨啊 好 坚果啊 大家最爱的番茄 对 还有 Kiwi Ciwi 猫茸茸 还有草莓哦 菠菜啊 酒精 腌制类的它的组织胺 我现在是讲组织胺很多 啊 动物像那些 Fish啊 鱼啊 Crossed 这个是带壳 甲壳类的 就是那些带壳的海鲜 猪肉啊 蛋白啊 牛奶这一类 它的组织胺比较多 啊 食品添加物更不用讲了 本甲酸啊 什么的 这个Glutamate 就是胃精 有些人对胃精会有点顾问 为什么 因为它这些食品添加物 会造成这个 发炎的前 那个前取物质 又花生4C酸的分泌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看到的那个 那组织胺不耐 像有个叫做Cheese的 Cheese的疾病 吃Cheese它就头痛 它又头痛 血压低 头晕那个 就是它身体 没有办法去分泌这个组织胺 因为 腌制的食物 它的组织胺比较多 但是我这样讲 只是告诉大家说 万一你常常觉得自己 好像全身都不对劲的时候 你有时候会 可以考虑到组织胺不耐 但是 不论怎么样 我觉得食物就是新鲜 轮体 柑橘一样可以吃 不要天天吃 另外谈到另外一个叫 个人化益生菌 就是说现在有一种 益生菌就是 因为现在越来越走向这种 精准的医疗 就是说 我们平常都是跟客户讲说 如果你吃这款没有效 你就换 东西就是轮换 益生菌就三个月吃这一家 可能三个月换另外一家 等吃到哪一家 你觉得很顺畅 就是那一家 对 但是现在也有个人化益生菌 就是我们采 你新鲜的血液 简体 然后我们利用一些适当的指标 我们是有几个益生菌 然后跟你的血液 来比对 对 看哪一个菌 看哪一个菌 对你来讲 能够产生最多的干扰素 我们就会选用这个 个人化的益生菌 还有自律神经调节法 你会发现过敏 常常发生在一些 情绪比较波动的人 因为过敏真的是 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件 免疫系统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 那这些过敏的人 他常常就是全身交感神经的那种紧绷 还有他的副交感神经也是经常很错乱 所以我蛮建议大家平常就是忙里偷闲 对 然后睡前一定要睡眠医师好好的睡觉 对 自律神经一定要稳定 那自律神经谈起来也是非常复杂 现在自律神经也是多加派别 身体尽量不要去接触这个重金属 为什么 因为重金属还有这些自由基 它常常会跟我们一些 那个 我们身体一些酵素系统去结合 所以它就会干扰我们的免疫 新陈代谢跟内分泌 所以尽量洁净无毒 身体尽量不要有毒素 因为我们常常发现那种小孩子过敏很严重 那个他家就是开铁工厂 他过敏很严重 我们给他一点那个口服的排重金属 他就会稍微好一点 对 像中医的话就是要牵扯到辩证论治 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是觉得说 如果他纯粹只有鼻子过敏的话 大部分都是属于虚症 大部分 但是如果他要合并一些异味性皮肤炎 因为过敏它基本上还是一个发炎 炎就是两个火 所以如果合并异味性皮肤炎 有时候他会属于热症 对 所以还是要请你们自己有经验的中医师 帮你们辩证论治 而且把脉的话最好每天同一个时间 你知道 因为我们身体是有子午留住的 你早上把 中午把 晚上把都不一样 所以你要去看中医 蛮建议在同一个时段去看 对 真的中医是非常难的 就是说 你如果是用中医来调理的话 记住就是说 还是要找比较有经验的医生 同一个时间去把脉 现在那个整合医疗太多了 还有男士解敏法 NAET 抓讯息的 很多 非常多非常多 所以 我们 就是说你 我建议你们自己找一个 自己最舒服的保养方式 健走啊 什么 自己最舒服的方式 不过最重要就是 一定要维持自律神经的稳定 因为我们的肾上腺素 跟我们的过敏 就是抗过敏的 我们的肾气啊 DHE 就是我们的肾上腺素 跟我们的过敏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它 如果说你的 你的那个肾上腺素 全部都去应付你的压力 这叫偷窃效益 它全部去应付压力 它就不会来处理你的过敏 还有滋润你的身体 所以 尽量身体不要 尽量不要把自己 弄得太紧绷了 那我们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 对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